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那么相信呢到这一个月份呢很多人呢都很期待 哎这个2023年嘛对不对 那么2023年来讲的话呢 其实每一个生肖的运程到底是如何 那么每一个年份的到来呢肯定呢都会给不同的生肖带来不同的运势嘛 那么有的呢会是流年大运 做什么事情呢可以说呢都是可以称心如意的 而有的呢却是犯太税哦 那么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自然呢都会比较多的阻碍一些 或者是说呢比较难称心如意 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基本上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能够化解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转变的啦 那么在2023年到底有哪五大生肖呢是犯太税的呢 首先第一个生肖我们可以看到呢肯定就是这个直太税的生肖哦 就是这个生肖属兔的啦 那么对于生肖属兔的人来说的话呢 在2023年呢是他们的本命年 他们呢就是这个直太税 那么在2023年里面呢这个属兔的朋友们啊 你们的这个运势呢自然而然呢起伏呢是会比较大一些的 那么你们做事情呢方方面面呢都会遇到比较多的这个阻碍 虽然呢有时呢也会有一些的小收获 但是呢币呢是大于利的 由于直太税的这个原因哦会导致到属兔的朋友们呢你们在做工作的这个部分呢的运势呢是会比较低迷的工作状态呢也并不是很好 另外呢还有就是健康的运势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啦 那么第二次生肖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这个生肖属鸡的朋友们哦 那么在生肖属鸡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你们会看这个12生肖的这个圆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呢属鸡的生肖呢 它是在属兔的生肖的对面嘛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呢理解为它就是这个充态税的 因为态税一直在盯着它嘛对不对 所以叫做充态税 那么在这一年来讲的话呢自然呢你可以感觉到如果有一个人一直盯着你的时候你会不舒服嘛对不对 那么你的运势呢自然就会下降 那么事业和生活的发展方面来讲的话呢都会比较不顺利一些 那么属鸡的人呢你们在这个2023年呢在工作方面呢 跟同事啊跟人事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关系方面呢会是属于比较紧张的一种状态 就算属鸡的人呢已经尽量在保持互不干扰的情况之下 但是由于工作中的利益哦会产生一些的冲突 那么导致呢属鸡的朋友们呢跟同事之间呢就会产生这个矛盾 那么当然这一些呢对你们的未来的事业发展呢并不是太理想的 所以尽量能够避免大家呢就要想尽办法去避免了好不好 那么第三只生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生肖叔叔的朋友们哦 在2023年呢生肖叔叔呢是犯了这个形态税 那么在2023年呢叔叔的朋友们呢由于呢受到了这个形态税还有凶星的影响哦 那么叔叔的朋友们你们的这个财富运势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并不是太稳定的 那么凶星大号的出现呢会让叔叔的朋友们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意外的这个钱财的耗损的 所以大家呢要记得时刻呢就要多留意一些啦 包括在这个驾车啊在这个健康上面呢大家都要多注意一点点啦好不好 好虽然大部分呢叔叔的人可能在这个生活之中呢都已经是在开支节流了哦能省则省的情况了 但是呢总是会面对到一些突如其来的这个耗损的 因此呢在这个2023年的叔叔的朋友们哦尽量不要去做一些的理财投资啦 还是积极的把自己的储蓄呢给做好它才是上三策哦 那么第四只生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生肖叔叔的朋友们哦 在这个2023年呢是犯了这个害太税的 所以呢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的运势呢自然呢都是属于比较差的 虽然属龙的朋友们呢他们有一身的才华 但是在这个2023年因为有这个害太税的影响呢 就导致到了属龙的朋友们呢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呢 要涨线呢是非常难的哦 这个机会呢就会非常的少 那么在2023年呢属龙的朋友们呢你们的身边呢要小心一下 很容易出现一些坚望的人 使到属龙的朋友们呢很可能会送到谋币 最后呢导致到属龙的朋友们呢上当送骗的啦 那么属龙的朋友们呢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运势呢可以说呢是很差一下 就很容易呢遇到很多的阻碍还有这个困难的 所以呢在2023年的属龙的朋友们呢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那么当然哦也要去寻找一下这个化解的方式哦可以去做下败太税或者是买一些好吉祥的饰品来佩戴哦都可以帮助你们呢去化解掉这些啊太税的影响的啦或者是说不完全化解要也可以减轻他的好不好那么来到最后个生效呢就是这个生效 属龙的朋友们啦那么对于属龙的朋友们呢在这个2023年来说的话呢他们是犯了这个形态税 他们呢要承受的事业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属龙的朋友们呢往往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呢都是比较强的可以讲是太强 所以往往呢会受到一些小人的嫉妒还有这个陷害的 轻则导致名誉受损重则惹得光丝上升 属龙的人呢如果说你们想要度过这个劫难的话 在工作和生活中呢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 尽量呢去维系好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啦 好好不好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卓格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2023年的五大放泰税的生效 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么卓格拉呢有看到的都会积极的去回复大家的 当然我们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2023年的12生效的各自运程 还有支持这个九空废星啦 好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